國內知名百貨維蜂集團 收到網路勒索信件 在駭客論壇上有人聲稱 竊得了維蜂的內部資料 多達九十萬個用戶 各資發票還有訂單 以及其他的業務 供應商資料等等都拿到手 而且各資還包含會員的帳號 跟密碼 刑事局也證實 維蜂集團十五號 已經向警方報案 對此維蜂發出聲明 最近收到了匿名網路勒索信件 在第一時間啟動了損害機制 目前內部資安團隊 已經完成軟體跟作業系統 安全性更新 同時也提高了 資安防護層 將全力配合 警方調查偵辦 同時經過清查 確認 發現外流個資 跟公司的資料庫有落差 判定駭客未必是從微封駭入 提醒會員要定期修改密碼 保障個資安全 負責 國內資安警官認為 民眾因為外洩資料 被騙錢至少數千萬 但企業卻只罰款了數十萬元 責任明顯不相稱 建議將來 對企業罰款的力道 高於對資安資源的投入 才能逼企業重視資安問題